大多数骨骨头坏死患者早期无明显体征表现 随着病程发展,疼痛感会持续增强 患者即使患之不活动也会感觉到疼痛 并严重影响患之的正常活动 部分患者会出现烦躁、紧张、焦虑等不良心理反应 无倍多见 我们推荐一个治疗骨骨头坏死的小针方 公孙、三阴胶、地基、血海、峰氏、竹三里、解溪、线骨透永圈 阴系、后溪、偏力、外观、太冲、环跳、成福、外秋、昆仑、闭关 共18针,留针不超过15分钟 不会针刺可以暗揉 有了九弦小针略,每个人都能成为养生专家 有了九弦小针